有限议员蔡宇柱等嘉宾 为比赛开球 这是由线体育会 垂球委员会主委 议员蔡宇柱带领 承办的104年中部地区 垂球观摩邀请赛 今天是我们队球中部 五官司的邀请赛 非常感谢我们南大冠政府 林冠长 来这里把所有的士大人 爱好队球的好朋友 来关心 管长也有特别 来跟我们允论说 这些抗地儿 看能够 来把这些士大国家政策 两个口度 让这些士大人 有一个比较好的运动 的政策 也希望我们队球 可以让我们南大冠政府 继续来重视 县长林明珍肯定赛事的办理 也承论会协助完善垂球场设备 促进门球运动的推展 今天我们南投县体育会 跟南投县垂球 这些委员会 我们蔡主任委员 在我们主团公垂球场 举办中部地区 垂球有一赛 我们这些老大人 实在是大家都身体 都很健康 有他来打垂球 表示身体状况 真的良好 所以我们这些老大人 可以走向户外 来走 冰相阳光 我相信他们 如果家人出来打垂球 对身体健康 这些办法真的大 县体育会理事长 本县的副一长潘一泉 对于县内各项运动节 相当关心 也盼长辈皆能多重视 垂球运动以利身体健康 在这里代表南投县 体育会盘一传理事长 向我们这些垂球的 向今时代 大家问好 18公司 南投县的打造运动 的活动 在我们初主任委员 蔡宇宙议员 的领土地下 规模 一年比一年更好 今年是进入第六年 在我们比赛 有6个冠市 乡亲将近250个 来到这个珠山的子郎公 来比赛 在这里也认为我们的乡亲 和你们的乡亲人 带出来户外来运动 不管你是打什么球 但是尽量比较轻松 垂球是和缓的运动项目 相当适合长者参与 议长和胜丰肯定 线内各垂球赛事的办理 也期许老人家都能多动读健康 明顺雄心仪 竹山采访报道 线内各预宝